其中的话我觉得孩子的话太可怜 你说现在我们的孩子的话呢 有几个睡眠够 不管是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孩子 睡觉不够 现在我们大人类后呢 最讲究的什么呢 睡眠要够 否则你睡眠不够你肯定没精神 那么你睡眠不够 你都要骂老板 老板都要骂员工 他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没睡够觉 他有气 脑子还糊里糊涂的 好了 那么我们的孩子睡不够觉 他跟谁发火呀 他不敢发火 到学校有老师压着他 家里呢有家长逼着他 他还要让人学习成为学霸 可能吗 没这可能 所以的话呢 第一 最严重的问题 把睡眠问题给他解决了 怎么能做到早睡和早起 睡足觉 那么联合国的话呢 有专门的指南 专门针对睡眠的指南 那么对我们华人的孩子的话呢 我最通信的是什么呢 就窝在家里学 所谓的习 这个习的话呢 他的知识面可怜到什么呢 就是几本小书 他就学不完 那几本书能学不完吗 你要学这几本书 你必须呢 天天看这个书 才能把它学精 学深 学阔嘛 不可能的 你得通过外来的知识 那一点知识 一加一等于二 那么其他的 拓展的知识呢 从别的地方来学 为什么老盯着课本呢 盯着课本的最后的问题是什么 戴个小眼镜 是吧 攻个身子 跟个老爷爷 老奶奶一样 一见人的话呢 不会交流 你说我们要社会 需要这样的人吗 我们不需要的 陈景瑞士的人 在这个年代中呢 需求量太小 而且他很可惜 52岁 成为这个著名的数学家 然后呢 没几年早了 身体太差 睡好觉 是王道 所以的话呢 听我讲座的人 听我电视机前 所有的人 孩子的睡觉是第一位的 那么就牵扯到了 孩子不愿意睡怎么办 孩子不愿意起怎么办 那么王老师呢 会陆陆续续呢 来告诉你 一些很好的技巧 这些技巧呢 没有理论做支撑 说我们心理学呢 这么要暗示它 没什么可暗示的 几个小招 一用 孩子就早睡早起了 早睡早起呢 早晨是个黄金的时代 一日之际再一晨 他再一晨 陈在哪个地方呢 你怎么利用呢 有很多人呢 挺好玩的 一日之际再一晨 做数学题去了 我说你搞笑吧 一日之际再一晨的话呢 先锻炼 顾本顾本 顾身体的本 你先把锻炼一下 人一起床 都是迷迷糊糊的 你拿个数学题去做 他能坐进去吗 我说咱都不带 自欺其人的好不好 对吧 你看那孩子坐 呦高兴啊 我们家孩子在做奥树呢 然后呢 孩子在那打呼噜 去了以后 光踹一脚 起来了赶紧做题吧 叫头悬谷 是吧 追叫什么 头悬梁 追似谷 哇 我说你是古人呢 你是老爷爷呀 不带这么玩 对吧 早晨起来先锻炼 一锻炼的话呢 一出汗 多巴胺一产人 人兴奋了 兴奋完了 收拾屋子去 对吧 你的屋子的话 那爸妈收拾 你好意思吗 乱七八糟的 你刷牙洗脸 让爸妈刷牙洗脸吧 有 哎呀 出钟声 还有人给他擦脸的呢 我说我是真实 听了我都觉得 是人类嘛 估计都不是人类了 那完了以后呢 关键的时刻来了 尘毒 虽然我们古人呢 说的话呢 尘毒尘毒 确实很关键 那么现在呢 也有科学证明 早晨的尘毒 就是运动完以后 产生多巴胺以后 在饥饿的状态下 尘毒的效率是最高的 我在这个期间呢 我就号召大家学外语 因为呢外语 占量了大家大量的时间 特别是我们学英语 对吧 每天呢 学着英语 学都是头昏眼障 也学跑 草成正 二三十分钟 把它利用好 也不要太长 二三十分钟 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英语怎么学 中文怎么学 那么慢慢的 在以后的讲座中呢 我也给大家 慢慢的道理 所以呢 这是我比较关心的 你看大家都知道 我关心的什么 就关心的 俗的不能再俗的事 吃喝拉撒睡 这是我首先关注的 你把这五件事做好了 咱再说别的事 对吧 你活都活不好 你活都活不明白 咱谈太高点了事 没必要 还没谈到的 哇 是不是 所以一步步来 这是我在这个 隔离演讲中 首先要解决的 那么其次的 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再上一层楼 就讲到了 如何的阅读 如何的演讲 如何的写作 大家都知道呢 我演讲不错 但是呢 我没有上过班 很多人说 王老师开个演讲班 开不了 不会讲 我只能讲 他说那你怎么练呢 天天说 每天你说半个小时 你看你不成为演说家 那你就是哑巴 不可能吧 对吧 所以你儿子呢 是哈佛的太子主席 他上过班没有 没有 他没事呢 就我们吃完饭了以后呢 晚上 讲讲他们学校的事 讲讲他 他见到的趣闻 就这么着 我们家人都能说 一做那的话呢 比王老师还能说 就是没什么诀窍 天天练 练到一定程度的话呢 咱们再说技巧 咱们呢 能吸引人 开一场白 怎么说 那都是积累出来的经验 阅读 现在就是写作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我在这个抖音上 很有名的一句话 有钱 行万里 他们都说 老师 你家有钱 你可以没事 把欧洲当你后花园 按家的话呢 饭刚刚能吃饱 那咋办呢 没钱 走一里 对不对 走出去 就是不同的世界 说我们家这一里的话呢 东南西北风 全走遍了 没事啊 中间还有呢 东南西北 总有 你没有走到的地方 就说你有什么心情来 我经常给我们学生上课 我说呢 有些地方 我都去了很多遍了 为什么我去了这些地方 接待我的人 都觉得王老师很有意思 哎呀 王老师 你是不吃瞎味啊 你没来过吗 我说 对不起 我来过好几遍了 他说那你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问题呢 我说我每一次呢 是遇到的不同的人 你们给我讲的重点呢 是不一样的 你在这方面的话 你在书法 你讲得特别好 哎 他在绘画讲得很好 他对历史讲得很好 总有我没听过的故事 对不对 你没听过的故事的话呢 你肯定要问了 对吧 王羲之的字 对吧 和访王羲之的字 它有什么区别 两个背一弄 对吧 先看王羲之 再看访造他的 直接呢 气得我啊 没法看了 哎 这就是呢 解除这 给你带来的一个震撼 所以呢 处处接学问 我们保有我们的好奇心 对什么都感兴趣 所以呢 旅游是特别特别重要 礼拜六礼拜天 上补习班 上什么 课后班 妈呀 别花那个钱了 出去旅游去 赶大海 爬大山 特别是强调爬山 爬山锻炼孩子 很多很多的毅力 而且呢 爬的山呢 不一定是明山 但是呢 要从不同的路径 去爬山 每一次呢 什么叫创新 我给孩子们讲 走不同的路 登到山顶 这就叫创新 三岁 四岁的小孩 从小就是老方老师呢 要走不同的路径 上去就要创新 长大了以后呢 他自然而然 才抢到个创新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一点的话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 都在生活中 给孩子灌输 越多讲完了 干什么呢 艺术 这个艺术 关键的不能再关键了 怎么让孩子 习惯上艺术 怎么让孩子 自发自觉的去练琴 怎么让孩子 把它做到极致 怎么提高 它的素养 这些东西呢 都是学了 不能就说的话呢 我们孩子 学钢琴 家里有钱 整个三万六的钢琴 进来 摆设 孩子弹了没几天 说不好玩了 说妈 这专门给你买这琴 为啥不好玩的话呢 我也没说 我要天天弹啊 对吧 你天天让我弹一个小时 躺不了 像这种情况呢 比比皆是 那么艺术的学习呢 非常非常的关键 而且呢 艺术呢 让人聪明 这也是有零根据的 就像呢 吃鱼让人聪明一样 很多东西的话呢 大家都觉得很闲玩 但是科学证明了 确确实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家孩子的后天 发展比较大 音乐起了很大的帮助 那么学习的话呢 就要讲学习方法 和学习效率 那么家务 家务有多重要 哈佛大学呢 在哈佛大学的招生指南中呢 是2021年 他们出台了一个招生指南 现在目前已经成为 世界各国的招生指南 其中做家务 他谈了三点 六点中三点 和我们这个做家务有关系 你说重要都重要 第一点干什么呢 要学会照顾自个 现在咱们的小孩的话呢 二十多岁的小孩 有几个会照顾 结婚的这些男男女女们 有几个会做饭 不会做饭 吃谁啊 吃爸妈呀 所以的话 你自个都不知道 照顾自个的 你怎么照顾别人 所以第一点呢 先学会照顾你自个 第二点呢 照顾你的家庭 打扫个卫生 会打扫吗 不会打扫 恰许是乱七八糟 家庭也照顾不了 还说我能服务于社会 你服务妈社会 你社会你也服务不了 学到的本事 把自个照顾好 把家庭照顾好 你才能服务于你的社区 啪啪大学第二点 服务社区 第三点 还谈到另外一个高度 服务于人类 那么我们一层一层的 朝上走 那是不是挺好玩的 那么整个的人 就全面发展了 我们再想想的话呢 我们人还在缺绕什么 什么道德观 什么世界观 人生观 这些观都从哪来的 就在我们这五部曲中呢 在慢慢的渗透 一个不会干活的人 一个不会服务别人的人 说我有远大的志向 我有远大的理想 我说你拿什么 来服务于别人 很多的家庭的 多子女的家庭有问题 谁最孝顺 你放心 家里最被受待见的那个人 最孝顺 为什么的话呢 娇生惯了 这个 当你老的躺到床上 超红红的 他没伺候过人 他远远他就跑了 那么这个干活的人 他不是孝顺 他习惯性的干活 他这一看呢 爸妈身脏脏了 赶紧给爸妈洗洗澡吧 赶紧把衣服给他换了吧 一看他爸妈没吃饭 赶紧给他做饭吧 他条件反射就这样 所以呢 他就成为孝顺的人 所以的话呢 要让你 老有所忠 老了还舒服 把你的孩子呢 按照五部曲 一步一步的把他打牢 成为一个呢 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自私点的话呢 当你老了 有人来扶持你 来孝顺 那么 在育儿的过程中呢 要抓住一个核心部位 就叫兴趣 兴趣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好奇心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整个的培养的路线 我们就理清楚了 先找 引起他好奇的 我们会发现呢 我们孩子 越小的孩子 他的好奇他越多 哎呦 王老师啊 你这眼睛怎么一眨一眨的 哎 王老师啊 你这头发怎么白了呀 哎 王老师这个树叫什么 好奇很多 饱有好奇心 这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功课 王老师啊 你的眼睛为什么一眨一眨 去去去 怎么光看王老师 你再不看王老师 帅呢 对不对 问什么问题呀 孩子问不问了 不问的 哎 王老师呢 眼睛眨了多 就因为呢 王老师昨天没睡好 看书看的 哦 那看书呢 一定要注意眼睛 对了 要保护你的眼睛 对 引导到哪了 保护眼睛上 所以呢 这个好奇心呢 一步步引领 那我再讲个案例 那我们家的儿子 到山上 他老爱问题 他说爸爸 这什么东西 我说 这是杨树 这是什么东西 我说这叫白花树 白花树那个树皮考码的 哎 他一拨下来可以写字 这个写字呢 你知道是写 写给谁的吗 不知道 这是写情书用的 所以呢 咱不再随便拿这个白花树的树皮 跟人写东西 一写东西的话呢 别人会误会的 哦 小小的年龄就告诉他 东西的话呢 不能随便用 哎 每个东西呢 代表了不同的东西 然后呢 爸爸这是什么 爸爸真不知道 那咱怎么办呢 儿子说 你昨天不是跟我说吗 遇到不懂的东西 咱们到哪去 不疼不疼 我说到哪去 不疼不疼 图书馆啊 那是知识的海洋 你一跳到里头 出来你啥都动呢 我说对呀 咱们干什么呀 儿子说 到图书馆去 从此以后呢 儿子遇到问题 不懂 爸爸图书馆 图书馆就成了我们 第二个家 这是阅读的引领书 那么通过孩子好奇心 引领他喜欢看书 看书就成为他的兴趣 那么在运动过程中呢 也是这样 那么所以呢 我们牢牢的要抓住 以好奇心来引领兴趣 以兴趣找到他的天赋 大家都知道 我是最不相信天赋的 但是呢 我又说过一个很矛盾的话 人人都有天赋 你发现不了他 那是我们家长的失职 你发现了他 把他做到的极致 你就是成为人生的赢家 所以呢 好奇 兴趣 怎么来培养呢 落实到了五件市场 第一件市场 体育 什么都不干 先干体育 体育简单吗 太简单了 走走路 跑跑步 上上上山 对吧 你是人 他就要动 这就叫体育 那么在世卫组织的要求中呢 从小孩都会严格的限制 小孩呢不能坐在某一个地方超过一个小时 爬 动 翻身 你反正叫动 这是非常严格的 为什么呢 你发现大量的案例 孩子坐在那儿不动 慢慢的 孩子的身体 各方面都出现问题 所以呢 运动是最最主要的 在运动中呢 我跟赵总呢 也聊天 干什么 抗挫 在千百次的挫折中呢 人慢慢的强大了 很多人说呢 哇塞 你开个那个集中营 我什么叫集中营啊 就是训练营 整点抗挫的东西 让他们抗挫 我拉倒了 打球去 打篮球 一个队伍 去打 输了以后呢 看他怎么反应 输了以后他生气啊 生气了他就干什么 他找事啊 他揍人家 揍不过呢 就跑啊 在这种千百次的冲突中呢 他会发现的 哦 我解决 这个输赢的问题 干什么呢 要靠我强大 在挫折中呢 站起来 是我们一个人 最主要的 很多的人的话呢 百分之百的 伟人 都是在挫折中 勇敢的 多次的 站起来 也叫做 打不死的小强 好 体育的话呢 让我们身体强壮 让我们心灵强壮 所以呢 运动是最最关键的 所以呢 我再呼吁 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家长 每天至少运动一个小时 如果运动两个小时 你能把这项运动做到极致 天天地运动 而且呢 每一天要增加强度 很多人的话呢 就走 从小走到楼 这一看的话呢 还不是一种难 但是呢 每一天 把运动的强度增加 而且呢 特别特别容易 我就拿 浮沃层来说 第一个佛儿层是最难的 你做到以后的话呢 像我孩子们 希望他做二百多个佛儿层 在时间上 都做 第一个我就观察他们 我当时呢 怎么来引领他们 做第一个佛儿层 做完佛儿层了以后呢 他们就坐起来了 一坐起来了 不可收拾了 哇塞那强弱的身体就有了 所以呢运动家长一定要带领 这第一步群 第二步群的话呢 就是演讲 带动阅读 带动协作 给大家讲个实力 那么我到一个贫困山区 很贫穷的地方 我说来演讲了 还这么说呢 什么叫演讲呀 我说过来 来你站到这儿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军 啊声音很小 哇这么大的声音啊 都震死我了 几岁了 不通气了 演讲结束 他说他的名字叫王军 听见了吗 后者人的话呢 我就重复了一遍 听见了 他叫王军 演讲成功 这就要演讲 站在人的面前 大声的说话 好再来一个 三四个小孩 演讲完了以后呢 哇塞 孩子开始打架了 我要上 我要上 最后的话呢 讲半个小时不再下来 演讲 演这演讲的话呢 开始引领了 哎呀 我是刚刚演讲演到这了啊 演到你们这大山区 有蛇 王老师最近呢 刚从那个巴西回来 巴西是要在哪儿吗 不知道 在南美洲 王老师在哪个州啊 不知道 在美国 美国是哪个州 美洲 我说对 美洲分为南 南美 叫北美洲和南美洲 我在北边 他们在南边 看地图 地图怎么看 上北下南 我在这儿 找南边 南 哎 地图 回人世了 王老师的话呢 刚跑到那儿去了 差点死了 他怎么死了 那天王老师身上流点血 那亚马逊那个鱼啊 就过来吃王老师 他们会上岸吗 我说快差不多了 那天的话呢 王老师去钓鱼 你知道那个钓鱼杆 有多粗吗 他说的话呢 不知道 我说那个绳子 有我手 有我大手指这么粗 他说那叫什么呀 那捆人的绳子 对 那是捆猪的 我把那个绳子 那个鱼钩 你知道有多大吗 有手长这么大 一个大鱼钩 王老师把那鱼钩 啪一扔下去了以后呢 鱼没上来 王老师呢 被那个鱼拽着 就朝河里跑啊 他说那鱼有多大吗 我说你见过猪没有 对 见过猪 我说跟猪那么大的鱼 你们见过没有 他没见过啊 把王老师去尝那漏啊 王老师幸亏的话呢 身强体壮啊 蹭蹭的就朝河里跑啊 快到河边了 有个东西呀 一个树啊 救王老师了 王老师一扒就抱住树了 否则呢 王老师就下去了 下去以后呢 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很多的那个 打鼓头 我认为你帮助了